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意下之我们这一生》 第25-26章,孩子出生了,是陆家的美娇娥,回家了 今夏和陆毅的第一胎是个漂亮的小姑娘,还是个很乖巧的小姑娘 晚饭后发动,还没到晚上11点就顺利和爹娘会面了 今夏有点难过,在那个儿子才最值钱的年月里 生个丫头骗子是件不太值得庆祝的事情 可她看着陆毅抱着女儿不停地打着转的兴奋模样 心里还是有些舒坦的,无论是真的喜欢也好 或是假装的腾熙也好,这样难得的妇女情分总能让她感觉到一丝温暖 一丝或许自己出生时也曾拥有,但现在已经渐渐失去的温暖 这丫头跟她爹有缘,长得像爹,性子也像陆毅 今夏娘帮着今夏收拾好炕上的狼藉 替刚刚出生的小外孙女说好话 她怕外孙女的出生牵累了今夏在陆毅心里的位置 怕她对她的好指不于此 陆毅不懂今夏娘的心思 听到女儿像自己高兴得合不拢嘴 还是像今夏好看 像了今夏,才是咱们陆家的美娇娥 你说是不是? 小娥? 嗯,这眉眼像今夏,鼻子和嘴巴像陆毅 孩子聪明会长都是挑着爹娘最好看的生的 我刚刚送接生,婆姨回去的时候 顺便让我本家的兄弟们去给爹送了消息 往后这段时间,娘的在这里住上一阵子了 陆毅轻轻地把睡着的女儿放回炕上 她很想和今夏一起陪女儿睡 可是当着今夏娘的面提这个要求似乎又有些不妥 陆毅恋恋不舍地看着熟睡着的女儿 伸了手指轻轻地拨弄着她粉粉的小拳头把玩着 今夏垂着眉眼,嘴角浅浅地挂着嘶笑意 她知道刚刚继母和陆毅说那些话的用意 也明白陆毅对女儿的爱不曾违心 她说了喜欢就是真的喜欢 陆毅一直在屋里逗留到凌晨两点多 眼看着今夏娘已经困得不行了 她才轻轻地握了握女儿的手和今夏道别 或许是因为孩子生得太顺利的缘故 今夏并不算很困 送走了陆毅 她依然精神绝朔地看着女儿 丝毫的睡意都没有 今夏娘笑着替她椰好背脚 自己小心翼翼地扑了被褥躺下 头一回见陆毅这样的男人 生了个丫头都这么高兴 今夏娘懒懒地打了个喝歉 当初我生下你大妹妹的时候 你爹的脸可拉了老长一阵子 怀着又生了二妹妹的时候 你爹的不高兴就很明显了 要不是最后生了个你弟弟 估计你爹都想休了 我再娶一个了 今夏娘说着 懒懒地打了个喝歉 小娥出生的时候 她是真的害怕陆毅不高兴 可是刚刚瞧着她爱不释手的样子 今夏娘又有些羡慕 她终于明白为啥村里的女人们 总说今夏好命 不好命的话能遇着这么个好男人吗 陆毅是真不错 往后你们好好过日子 有啥事跟娘说 咱们帮衬着就把日子都过好了 嗯 今夏轻轻地圈着女儿 想着自己一时还没奶水 又有些着急 娘 晚上小娥饿了咋办 没事 饿了你先喂她 娘备着小米汤 不行了给她喂上一点 你很快就能喂她了 别急 哦 今夏安心了 饿着她不要紧 饿着她的小鹅可就坏了 入了夜的院子 静悄悄的 连大黄也安安静静的 没有什么声音 今夏搂着女儿 慢慢地闭上眼睛 浑身开始有些酸乏 睡意也慢慢地拢住她 身后 没有路易熟悉的怀抱 可身前那个小小的姑娘 让今夏心里更踏实了些 以前她和路易是新婚的小两口 很多事情不敢想得太长远 以后 他们有了女儿 再以后还会有儿子 会有一大群属于他们两人的小朋友 这日子 需要再长远一些才行 路易对今夏的态度 很直接地影响了今夏娘对今夏的态度 整个月子里 今夏养的那些鸡 以平均两天一只的速度 被今夏娘喂进了今夏的肚子里 月子里不宜吃太多的肉 她就把肉炖了汤 肉捞出来给路易吃 她是个非常传统的女人 除了给新产妇喝汤之外 剩下的肉全给了路易 自己一口也没汤过嘴 男人在外工作要力气 今夏在家养孩子也需要力气 反倒是她这个忙里忙外的人 好像不需要力气 也不需要吃什么好东西 慢慢地相处日子久了 今夏也渐渐地改变了一些 当初对继母的看法 一转眼又是中秋节 今夏已经出了月子 可以抱着小鹅在院子里 坐着晒会太阳 逗着大黄玩一小会 路易和场子里告了几天假 带着今夏母子和今夏娘 一起回家去看今夏爹 路易怕今夏累着 从村里借了个小推车 把上面铺了厚厚的几条褥子 才把今夏和女儿送上去 今夏娘怕女婿太劳累了 踩着小脚扶着小推车 一路跟着走 大黄跑前跑后的晃着尾巴跟着 高兴地不时回头冲路易和今夏叫两声 村子相距不算很远 走了月末半个多小时 就进了村子口 正要去忙地里活迹的人们 见路易推着今夏回来 一个个的忙着跑过来瞧小娃娃 他们早得了消息 今夏给路易生了个小丫头 路易喜欢得不得了 场子里一下工 他就忙着往回跑 一个多月的奶娃娃 正是贪睡的时候 即使身边已经围了一圈人 他也仍旧闭着眼睛睡得很香 像 像咱今夏小时候 一模一样的 年长一些的人 看着今夏抱着的闺女 忍不住地感慨 当年还被今夏爹牵着 像个小不点似的 满村子跑的小姑娘 这会儿已经怀里抱了 和他一样的小闺女回来了 路易笑憨憨地从褥子下面 摸了糖果出来给大家分 他是真爱听别人说小鹅 长得像今夏的话 他没见过他小时候的模样 如此也算是烧补了 他曾经的遗憾了 更让他心里痛快的是 现在他们对今夏的态度 越来越好 提到他的时候 也会很实在地说一句 咱今夏 而不是谁家大丫头 今夏娘怕吵了小外孙女睡觉 催着大家先去干活 自己领着路易和今夏先回家 哎呀 你可算是回来了 家里这冷锅冷灶的 也没有个人能好好地做上一顿饭 一进门 今夏爹就忍不住抱怨 原来有今夏和今夏娘在家 她好歹不至于饿着肚子 可今夏娘陪着今夏 去住了近两个月的光景 家里别的丫头们也不常进厨房 好不容易端出来一碗面 也时常是半生不熟的 害她年纪一把了 反倒要饿肚子了 看到今夏娘身后进来的今夏和路易 今夏爹眉眼一喜 忙不迭地要和她接小鹅 今夏把娃给了爹 转身就要往厨房里跑 路易一把把人拽回来 自己进了厨房 才出月子几天 急什么 而且小鹅一会儿就醒了 亲娘不在跟前 谁抱也不行 今夏娘脸一红 白了今夏爹一眼 今夏爹拾去地转头去哄小鹅 刚刚睡醒的小娃娃 找不到自己熟悉的人 一咧嘴就开始哭 今夏爹手忙脚乱地哄着 赶紧把孩子又给了今夏 自己善善地搬了个小凳子 坐在厨房门口不远处和路易说话 村里老一辈的男人们早就习惯了 厨房是女人们的天地 男人们轻易不进门 就算有了路易这么个榜样在前 今夏爹也依然还是没有习惯了进屋干活 今夏娘对着丈夫的背影又是一眼 催着今夏进门去看孩子 自己去厨房做饭